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言语诚恳 他是中国民族乐坛上的奇人 陆春龄1921年生人 当代中国笛字演奏大师 南方笛派代表人物之一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经他整理的《这姑妃》 《小放牛》《欢乐歌》 及创作的《金锡》等乐曲 已成为了经典作品 音乐足迹编辑世界各地 吴熙也是他常来讲学 和采风的名誉之乡 您耳聪目鸣 没错 有点色彩 但您中气特别足 说话 中气吧 因为也苦冷 确定值 您这个来吴熙数不清了吧 吴熙过来的很多次 新朋友老朋友 新个老师老师 您这学生满天下了吧 学生的很多 对啊 的确 我的学生的 我世界数不清了 陆春龄出生在上海 一户蜻蜓人家 他与笛子结缘 纯属偶然 从小跟家门口的皮匠师傅 学吹笛子 13岁时就登上了电台演播室 青少年时期开过汽车 踏过三轮 是笛子排遣了胸中的机遇 新中国成立后 陆春龄的专场有了用武之地 凭着这只笛子 先后八次受到了毛泽东的借鉴 陆春龄的这只魔笛 飞遍了世界 谁介绍您进去的 当时怎么进的这个团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 跟那个一个叫许光仪 还有一个叫灵仪 一个是天平化的 许光仪是辣而活的 我是吹笛子的 吹太辣 有文化学的去领刀 像下班统治 有孟姑 我们住在一个五人小厨 领刀小厨 我也是其中一个 祖赞上海民族乐团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出国演出了 当时说1950年 1950年我到印度面天 1950年到印度西亚 1956年到东欧几个国家 所以我比较这个时候的 轨迹 调及 这比较好 上海的钢筋 元气高 被印度拉封 第一 五黯 西小时 继续 正来的钢筋 这曲子是您写的 京西我写的比较多 像京西啊洗包啊 崩石草原老啊江南城啊 江南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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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为基础 我是不加进的 江南城的 成人人 您的那个喜报是大概是哪一年创作的 就是在那时候 我生的到安徽山东去的时候 工厂里像的一种 葡萄的生财 热烈的这个关系 陆老您还做了很多整理工作是吧 把江南城都整理起来 对啊 去整理的包括外国的包括中国的 中国民呢 有两个 一个是赵老师 就是浙江的赵松平了 一个呢是我的 这个也是中国第一批的经常批奖 这个浙姑妃当时整理难吗 整理起来有困难吗 这种浙姑妃呢 开始理吧 不是讲了一句诗吗 嗯 愿望各自不五贵 战日还家敬景意 工女如画满城提 这净里有浙姑妃 我的浙姑妃呢 我这下呢 是写那个浙姑的形象 浙姑的印象很漂亮的 一种 这样他费不高 我到上海图事馆去 翻了两三地势 翻车了几个浙姑 一个样子 跑来跑去 后来我成为我成为大法家 这个时候叫他要一定帮我 划一个飞 那么划了两个浙姑 飞 所以这个确实呢 过来过外 大家都关心 您是希望您的浙姑妃更丰富 过去的浙姑妃 不认飞 起米是金 后米在路 都要做很辛苦 很困难 给人家做了 但是我再描下他 越飞越高 或高 或远 或金 或衣 或燕 整个妙下 中国的替我 这个分享 感觉自由 就向我的未来 现在的七八个中国 都在继续了 不管是大陆 不管是开下两转 不管是世界各国 都全都不回来 也都来 那个八中国 不是我一个人回来 大家都不回来 老中青少童 对了 这个所以我很高兴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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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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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